像就是大白熊如果说有蛀牙的问题的话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平时吃的食物是指什么类型的食物 因为通常意义上 狗狗的牙齿只会摇动 然后脱落 但是不会说是有蛀牙的一个成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看一下吃的食物上面 是不是有一些很碱性的食物 我们要注意的 然后说是还有就是 当它狗狗有蛀牙的状态的时候 我建议给它做个牙齿的一个清洁 然后通过一个刷牙来保健牙齿